恋爱的事急不得 你越是想要抓住她 她就越害怕 跑得越快 你就失去了原本得到的幸福 同样的 你对她越心动 就越要懂得克制 这样慢慢来临的喜欢 才会被珍惜 看前点赞 马上脱单 总是追求失败 就要用新的方式去追女生 你难道忘记了 2020年惨败的经历了吗 为了得到女生的欢心 你讨好她 顺从她 你的关心 她一句话都不领会 你的行动 她不觉得感动 在她的眼里 这些都是啰里巴索的废话 和理所当然的付出 我也很喜欢银子 不过我不喜欢你嘛 你抱着手机 等消息 等到天亮 而她呢 在另一边 陪其他小哥哥 嗨到通宵 那现在这样 你又不能对她怎样 你完全没有资格 去质问她 去怪她 因为你们只是普通朋友 甚至 你好朋友的关系 都没达到 这一切都是你自愿付出的 不管是时间也好 金钱也罢 多次追女生失败的经验 打击了你的信心 导致现在 不知道怎么去追求一个女生了 要是你身陷在 一直被女生拒绝了的困境 渴望女生喜欢上你的话 也可以来找我聊聊 帮你轻轻松松的拿下她 很多大兄弟至今都还没有意识到 我喜欢她 我爱她 我就要全部表达出来 让她知道 我对这个感情是有多认真 爱意多努力 可是到了最后 吃亏才意识到 适当克制是正确的 这也是怎么这么多男生 不去追女生的原因了 我知道你们特别害怕 只要自己不表白 女生就get不到你的意思 别有这想法 哥道理很简单 别低估女生的第六感 回忆一下 你的聊天是不是这样的 早安 晚安在干嘛 一会双拍打王者吗 你的素颜真好看 你那么好 为什么还没男朋友 说实话 无视线引擎 非奸即盗 女生早就摸清楚 你的想法了 这男生十有八九喜欢我 正是因为他知道 你的想法后 你就别把每天 我好想你好想见你 把他跨上天的话 全部表达出来了 这样他只会听力反感 这些话用错阶段只会增加阻碍 过界的事呢 别犯 真不知道的话也可以来找我 所以当你是追求者的身份的时候 你所做的不是一味的拉低自己的地位 去迎合他 而是你要把这些发光的点 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 要让他看到你身上所有的优点 要让他意识到你是有内在魅力 魅力这东西啊很难解释 就好像你看到一个好看的小姐姐 突然知道他的男朋友长得很一般 这个时候都会说 咦怎么选这种 这男的不会很有钱吧 其实认真想并不是 你只是没有发现他男朋友的内在优势 女生虽然来说还是视觉动物 可他们还是会偏向于实力魅力这方面的 明白了没 你想让他心动 你就要用这些信他 而不是做过多的无用功 那些越界的冲动 只限于感动 张的只是你自己的心 两个人的相处其实就和水一样 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的 但却一直保持着动力 这样才长久 所谓细水长流也是如此 克制自己的冲动 也能让关系进一步的发展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要学习如何吸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相亲 网绘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CXT668 我来帮助你哦